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做这道南瓜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 南瓜一个 淡奶油 白砂糖 豆浆或者牛奶 黄油 然后就有开动吧 我从来没有喝过老学的南瓜汤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实的能成功 切成这样以后把它盖上 然后直接放进微波炉里 热8到4分钟 这个已经熟了的南瓜 我们需要把它煮给挖出来 接着呢我们要把南瓜肉给挖出来 南瓜捣碎后加入一点牛奶或者豆奶 切一片黄油放进去 一个小小的南瓜葱就做好了 说实话我觉得它的颜值是非常非常高 而且是那种特别能唬人的甜品 殊不值 它就是用微波炉 10分钟就可以完成它 它看上去跟闻起来的都是那种 感觉很浓郁很浓郁的南瓜香 闻起来超香的 喝起来奶味十足好好喝 我好着急 你又知道这是什么 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 他们每个人都说 唐欣唐欣 能不能吃的留口给老师 来赏你一个勺子 但是其实由于它刚才在炸汁的过程中是有点冷掉了 我觉得你炸完汁再给它去微波炉加热一下肯定更赞 家里如果来客人了炫技绝对是一道咸菜中的硬菜吧 可是客人不就知道这个南瓜葱是用微波炉做的吗 就是偷偷的做 做完了以后客人一来然后马上就加热那种 好吃 吃光光 所以今天是我们的 只要我们能做你们一定都能做的第七期 感觉也是大成功 希望大家做完了以后都能给我们拍图反馈一下 叫作业哦 然后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话记得关注我们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记得给我们点赞留言加转发 因为你的一个小知识小互动对我们来说到时候非常的重要 好了拜拜 下期再见